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人 因为腿坏了 什么也不能做 还需要别人照顾 老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意义 家里人看到他整天不开心 很着急 老人没有别的爱好 吃着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做纷针 为了让他开心 家人给他准备了一些做纷针的材料 没事的时候 老人就在家里一只一只的做纷针 屋子里到处都是他做的纷针 春天到来的时候 老人发现屋子里的纷针一天比一天少了 后来才知道是小绳子送给同学了 有一天 小绳子说 要推着爷爷到外面串串 外面天气好几了 有很多孩子在放风 看到天上飞着各种各样美丽的纷针 看着自己做的纷针 让孩子们这么开心 老人觉得自己又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都放在家里有一家っと看着自己做的纷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